在大年初三晚上,天海与恒大做了一笔中超市场,涉及最多球员的交易,天海已送走张修为和刘一鸣,作为代价换来的前恒大外员阿兰,但巴西人至今也没有来到球队报道。 另外一件对这笔交易,能否征行打上大大的问号? 据悉,自从恒大结束海外东训后,阿兰就回到巴西并没有随对训练,昨天他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的动态,从定位显示,他目前身处巴西圣保罗,和一群朋友正在举行派对。 这举动也让人越想越不对劲,因为他的心动将天海造已经进行最后一个阶段的动训,而且现在距离他的官宣转会,已经过去将近一周,他竟然也还没到天海报道。 今天腾讯体育,就爆出其中一些问题,据悉,天海还拖欠着上赛季最后一轮全检赢上港的奖金,另外阵中的巴西万元阿托,以及队长张璐,也处于被欠薪状态,新赛季前途不明。 加上向赵旭律奔几位国角,都相信找到新下家,可以说目前的天海是一片乱象。 不过,恒大对于自己的球员加盟天海,也给予了足够的保护,有消息显示,恒大已经预付了阿兰先赛季的大部分工资,让球员没有欠薪之忧。 但是作为一名又抖心的球员,相信谁都不希望加盟了一支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球队中。 所以,阿兰处于对自身职业发展考虑,拒绝加盟天海也是情理之中。 一旦阿兰真的拒绝了天海效力,那么,这次六元大交易很可能就变。 宠飞剧收场,作为四名交换球员中实力最强的一位,天海肯定最希望得到阿兰。 但现在突然遭遇辩护,他们是会重新再从恒大镇中挑选球员,还是直接取消交易,就很难说。 这情况若真的出现,那么,无论对于两家俱乐部,还是阿兰本人来说,都是一个不少的打击。 目前欧洲转会窗已经关闭,如果没有中超球队接受阿兰又被恒大放弃的话,证明29岁射手恐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